我想要講的是他當天真的沒有喝酒 那個真的是代謝的問題 我講再多好像也會變成是藉口或什麼 那你有罵他嗎? 我沒有罵他耶 為什麼 他當天真的沒喝酒 也不會去想到 擦狀然後 要 要驗什麼的 對啊 那時候就一起去拜拜嗎? 就是 祈求他平安的 還沒有吃虧的 還沒有 沒有車了啊 看他左邊的平衡 你一看嗎? 你一看太多 相關問題很重要 那你對於就是酒家那種 哈哈 好 所以 蛤? 我想要講的是他當天真的沒有喝酒 那個真的是代謝的問題 那我如果接下來再說再多看 就是之前新聞報導其實也都講的蠻仔細的 所以 我講再多好像也會變成是藉口或什麼 所以 所以 對啊 他回去沒有說 幹嘛開我的車 沒有啦 因為畢竟 對啊 就是 送哥哥去洗澡 對啊 幫你幫你幫你 那你有罵他嗎? 還是覺得說這個狀況很難 在氣責他 我沒有罵他耶 為什麼 對啊 就是 他也 會覺得 他當天真的沒喝酒也不會去想到 插狀 然後 然後 要 要 要驗什麼的 對啊 有這樣幾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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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啊 一定都會有 對啊 就是 人沒事就好 那車子修多好 我不知道欸 對 其實妳這件事 算是妳的噩夢嗎? 算是 不會啊 這只是一個過程 那妳有想過 就像 在片中這樣 妳去拜拜啊 喝喝水啊 對啊 不要再喝酒了 沒有 應該是先 調整自己的 心態吧 對啊 就是 拜拜那些 當然如果有經過 還是會拜拜 對啊 那時候 有一起去拜拜嗎? 就是 還沒有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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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車了啊 哈哈哈哈 因為她坐不開 我去洗澡 那應該是我們坐幾艘車 哈哈哈哈 哈哈哈